為了拍性感照 然後減肥 可是拍了性感照的願望 是要幹嘛咧 因為一直被說是男的 所以是我們節目 造成妳想要拍性感照的嗎 她拍了之後給妳帶來了什麼 就大家 就覺得還是人藥 就再一次證明我們的想法 妳有拍過性感的男人 之前有一個節目有 男人看的雜誌還是什麼 不是...是別台的節目 就也算是人夢 然後那穿更少耶 而且就是只穿了比基尼 然後穿那種蕾絲的小褲褲 對 然後我趴在一個燈箱 那天我記得我把自己 灌到一個大醉 她算是難修的人嗎 還好 在這裡面算... 在這裡面算修的幅度少一點 對...最少的 可是真的會讓我們覺得 有節系卡艾巴的感覺嗎 接近啊 我們先要看的是 身材還不錯 還沒有修片錢的 妳要先撐住喔 好 不要啊 不要修 別人給我們看一下 還沒有修片錢的 還沒有修片錢的 幹嘛 真的還不錯耶 這很像鮪魚耶 很像哈林哥在演唱 會扮那個鮪魚 好像鮪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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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齊齊妳 妳在瘋了 妳對那個不滿意 就是腰部對不對 腰部很恐怖啊 她腰部有掉下去 可是臉跟那個身材 妳跟我們看一個臉 好不好看 對啊 因為妳的臉 太陽剛了 對 那很... 為什麼會妳現在上節目 感覺還要男性化 對耶 我覺得我不是... 我覺得是假髮吧 是因為膚色的關係嗎 膚色的關係 我... 我這個有點自己擔心耶 菁姐 怎麼突然覺得好可憐 我會來喔 菁姐 這張照片 妳認為修不好是不是 這張我真的不看好了 好像沒什麼舊的感覺 不是啊 但這張都出現 然後就知道 這張是修了很多... 對 可是那張 才是要妳拿來 跟人家炫耀的照片啊 這才是妳的... 但是我也... 不會啦 妳又不會流出去 對啊 好 那個忍者 麻煩幫我們... 你是誰啊 你是誰 忍者... 不要吵了... 而且她的衣服也好緊 準備好了 三、二、一 這個臉... 是誰啊 這個... 她的胸部跟臉對不起 這個... 而且她的腰線是漂亮的 我必須要說等一下 沒有啦 胸部是真的啦 老師對不對 對啊 胸部是真的... 她的有調過啦 有調過 我為什麼... 覺得還是日本明星的感覺 不像潔氣卡艾包 可是也不是Gigi耶 是... 可是她變得好... 我覺得像... 好少女夢幻喔 Gigi 我覺得像... 對 有這樣 講對了... 因為她眼睛的距離有點近 講對了... 對 她像素環針那類的 是不是也蠻像那個阿B的前妻 張榮芳 而且是不是說眼睛不太一樣啊 就是不是... 眼睛有點比較近 對不對 眼睛好拉近的 臉的上半部像兵棋部 下半部像張榮芳這種組合 她頭也很像拚貼上去的 你有沒有覺得 剛剛有一件事是說 胸部是真的嗎 她是這樣號稱 胸部是真的啦 好吧 有集中吧 怎麼調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Gigi 我們要看一下修片的 好可怕 我們去修片 這原本的 有啦 還有差很多 她幫妳修... 胸部修得很多耶 真的耶 對... 好明顯喔 其實還好拉一點點啦 很多吧 對啊 上面那個腰的弧度 超好多喔 回去原來那邊我看看 腰本來是怎樣的 腰本來是有一折耶 超恐怖的 超恐怖的 所以第一步你先削掉一塊對不對 先...胸部先把它弄起來 直中部這個地方先弄起來 胸部怎麼弄幾隻 影子 把影子弄掉 妳給他看一下原來的樣子 有差吧 有耶 胸部弄 然後接下來你才處理出來了 腰對不對 對 腰部壓下去了 原本的是 中心 太多 那個皺摺呢 皺摺後來就把它修掉了 你連這邊都把它壓低了對不對 對... 那手背呢 手... 手背這個它還好 因為它比較瘦 所以不適合再瘦下去了 OK 再瘦四隻會有點小 那你臉有幫它修嗎 有... 他有幫我瘋夾 筋變大了 前面一張就這樣 下巴也變尖了 兩邊喔 下巴也修 對 下巴也修 而且嘴唇是不是也有一點 嘴唇就瘋唇了 對 我覺得這樣還比較像 這很布袋四尾耶 對... 有一點像娃娃 這個是比較像她自己的 這個有點像 這個比較像 後來是因為她的那個 這個有點像 嘴巴艾膏那個嘴唇 比較稍微厚一點 所以就... 你自己比較喜歡哪個階段的 我喜歡嘴巴還沒有封唇時候的 上一張 這一個 對 這個比較像 這個有點像 對 可是她脖子的位子你沒修演 都沒有動... 唉呀呀 你看看GG的肚子 還有她脖子上面 一條條的這皺紋 那怎麼看起來 都不像傑西卡一巴呢 先看大師怎麼動手腳吧 首先先把GG的胸部 變大變遠一點 再把脖子還有臉上的細紋便不見 看到沒有 整個人漂亮很多呢 然後把GG的臉變圓一點 有沒有比較像傑西卡一巴呢 接下來再把GG很粗的手臂變細 腰部的曲線也修出來 整個人都變成美女囉 最後再把GG對單身的腰部 最肉變不見 把整個人的身形變得自然一點 看了這張照片 誰才會說GG是個男生呢 傑西卡一巴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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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改成張融訪的話算成功 好啦 你與其你要哪一個真實 可是沒有那麼性感還是 我只要不要有那個腰就好了啦 我就覺得腰啦 腰我覺得是很重要 所以你覺得腰修片你還OK 對…腰修片非常重要 但是老師有說啊 他說他那一張也一定有修 因為就是沒有人拍是 沒有摺痕的喔 幾乎拍這個姿勢 就是幾乎都會有這個折痕 幾乎再瘦的都會有 那個布萊德比特很不樂觀耶 因為他已經說 他算是修得比較沒有那麼困難 對 我都沒有講話 我現在就要學拍 難過了 不然我們今天就太誇張了 對啊 不是 因為我那時候在拍的時候 攝影大哥都很少 叫我糾正一些東西耶 就是拍得很順利是不是 可是我就覺得說 他大概沒有什麼 因為我覺得像有些攝影師 他們說你哪邊再開一點 就會這樣會效果 沒有抱怨 可是我很快就是 好像就被放棄的感覺 可是我在拍的時候 在修他的照片 真的嗎 旁邊有人在修他的照片 我覺得應該會成功 有彰化連連嗎 對 沒有...我們要播出 洪朵拉斯先生 走進攝影棚之後去的片段 洪朵拉斯今天挑戰的是 布萊德比特 在特洛伊中的造型 在全民追悼檔節目中 扮演過各種角色的洪朵拉斯 對於今天的挑戰 應該超有把握的 好像就脫掉 好像就脫掉了 沒有 會脫掉 拍過兩次 尺度都那麼大 哪有尺度 我們第一次拍得到票選冠軍耶 油內的真的 跟這個布萊德比特萊 就差了很多 我本來以為差不多 所以我們跳起來就差很多 對 我現在要看這樣催眠一下自己的 對 像我們都在模仿那樣 差不多一樣 對 開始拍攝之後 洪朵拉斯的收持笑臉 真怕自己達不到攝影師的要求 在休息的時候 還不斷的練習動作還有表情 看洪哥一臉通熱表情 我想他現在應該是小步上身吧 對 看洪哥一臉通熱表情 我以後要再向這個 更艱難的角色來挑戰 比方說 結束了拍攝工作 竟然還有工作人員 要跟洪朵拉斯要簽名 還要讓他更顯得自信慢慢 而不管外型身形都跟布萊德比特 相當有差距的洪朵拉斯 能否完成今天挑戰呢 其實啊 沒有這樣簽名啊 我覺得這樣子 這個後...這樣子做 可以弄金毛絲網 會比較像 沒有 可是我剛剛有瞇著眼睛看 我覺得有一點點像 因為你知道瞇著眼睛 那個眼睛就糊了 妳剛才瞎掉放啊 所以我跟觀眾約好 這一段就先瞇著眼睛 對 就這樣 就有像布萊德比 你說有像在哪裡啊 你剛才是騙我的吧 可是學完騙真的有 因為我只有看到頭的部分 好 天然 先給我們看一下 現場拍出來還未修片的樣子 好不好 什麼啊 這他真的有修嗎 還沒啦 沒有 修來得了喔 請問這哪 怎麼好像好長距離 天然 你要怎麼 往布萊德比特方向走啊 這個也像劫後餘生的感覺 沒有...這個 今天的工作本來就比較困難一點 我想盡力 為什麼你會有大學的感覺 對啊 他...他的頭髮是不是 對 你不太像布萊德比特的 然後你看他這個紅衣服 真的很不對 對 為什麼裡面要有紅衣服 我也不曉得 其實應該是要裸的背包 對 應該裸的背包 應該裡面都沒有了 好 那忍者 有穿啊 麻煩你喔 我們要揭曉修片後的 3 頭皮2 1 汪建民超完美身材 現上所有來賓 汪建民 我們要看你修過的照片囉 3 2 1 你一定要關機耶 你好痛喔 你剛出耶